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苏澳镇阳性与料性夫妻 到宜兰市加油站加100元的汽油 却因身上没钱 欲拿没有功能的手机抵押 遭到加油站员工拒绝 夫妻两与员工将持一阵后 竟不付钱准备离去 加油站遂报警处理 全案检方贞结 任两人设有诈气罪嫌 依法起诉 起诉书指出 杨姓男子与料姓女子为夫妻 今年7月23日 料女乘机车在朱老公 到宜兰市德阳加油站附近时 机车刚好快没油 两人明知身上没钱 却骑到加油站内 加了100元的95无仙汽油 加油站料姓员工不宜有他 帮忙加油 不料 加完油后 料女向员工表示 身上没钱 明日财领薪水 员工询问 是否有价值性的东西可以抵押 料女虽拿出手机 但员工见识发现 该手机无SIM卡 没有网络 不接受抵押 双方将持十分钟后 料女不付钱 预途不离开 丈夫也发动机车准备离开 加油站主管虽出面阻止 并报警处理 于侦查中 杨南辩称 不是故意不付钱 是当时不知道身上只有十元 料女则陈述反复 使而承认诈欺 使而否认 全案检方真结 任养夫妻设诈欺罪 依发起诉 seizures 镬